生活不只有平静如水 更有着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奇瞬间 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美好与感动 今天就让旅人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当大雪过后的闹市街头 成为了绝佳的滑雪圣地 趴在地上坐着俯卧撑的年轻女孩 将要表演一项惊人的绝技 车水马龙的繁杂街头 站在自行车上穿梭自如的男子的身影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从湖中迎面而来的男子 正以惊人的方式接近女孩 牧场的奶牛正享受着五星级般的按摩体验 不停在地面划水的星星朋友 会在下一个瞬间让你瞠目结舌 画面中的消防员炫酷的身姿 仿佛超能力者一般 漫步走向火源 当一名滑雪运动员从空中飘过 热爱投篮的男孩 用简单道具组成了完美的投篮训练场 十字路口 放开双手骑车的男子 展现着他那更为惊人的运求技巧 引得路人赞叹不已 海岸边 一群海鸥正跟随着大海朝起潮落 四季寻找属于自己的午餐 爱情有时会跨越物种 这是第一次如此相信这句话 当格兰芬多的学生对着天空 念起了咒语 而大海仿佛受到人类的召唤 挖掘机来到河岸边 把这里当成了自助澡堂 可爱鹦鹉有着与自己的主人 相同的兴趣爱好 一起驰骋在路上 俗话说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而在位于塞浦路斯的一条 诡异的公路上 倒在地面上的水 却会向着坡道上方流动 而造成这个现象的 其实只是某种视觉错觉 但这神奇的现象 依旧时刻吸引着人们 当勇敢男孩手持鱼叉 飞身落入水中 为自己赢得了双倍的幸运回报 当你嘲笑某人 行动缓慢 就像拖拉机 然后你就看到了这样的画面 碧兰大海中央孤岛上空飘下的物资箱 是否预示着一场求生游戏的开始 飞机即使对于猩猩们来说 也是吸引人的有趣玩意儿 当然 这对于那些孩子们来说 则更是这样 镜头下的男子 对着巨大的石块 不停地叮叮咚咚 你很难想象 年轻女孩的行李 需要多少个箱子的配合 当房车呈现出它真正的样子 让所有的汽车厂商汗颜 深邃的海洋 总是隐藏着无数美丽的精灵 使得人们对于大海深深着迷 幸运的男子 与海豚之间上演了一场美妙的邂逅 独自一人的男子 与风儿玩起了游戏 年轻男孩奇特的丢垃圾方式 让一旁围观老人一脸迷惑 这是一名日本船夫的日常 跨过地矮的石桥 又再次业入船中 跨过地矮的石桥 又再次业入船中 跨过地矮的石桥 又再次业入船重 而另一些店家却明显击不如人 显得狼狈不堪 人们使用这简陋的道具 组成了一套全自动运输链 你还想到使用各种带有颜色的米粒 在空中留下有趣的画作 如果你一时间找不到开评器 那就找辆自行车吧 美丽的女孩在各式场景下 将自行车玩出了各式有趣的新花样 甚至是在那些健身运动之中 滑板男孩意外的幸运 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点赞关注 我将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